大家有沒有遇過 病患搞烏龍 影響到醫師你的診斷呢 這些怪裡怪戲的 耳藥水放冰箱 這邊是 亂用人工皮 人工皮不是很好 對啊 大家都有這個觀念 但是有些時候 如果病人自作主張 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他有先來問我的話 我都覺得還OK 有的是他以為這個沒什麼 通通都沒有跟你講 結果搞下去之後 反正到你的判斷 完全都錯誤 沒有一個三十幾歲女生 他騎那個摩托車就雷慘 他雷慘 不過他伸手還滿矯健的 只有擦過一塊皮而已 他沒有像人家一樣 整塊大腿都是 沒有 所以他門診的時候 我就去幫他清乾淨 清乾淨之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回去就是 因為我們不可能 一次把你刮乾淨嘛 你回去就剩一時間 水這樣慢慢清 然後再抹藥膏就好了 就隔一禮拜回來看傷口 好爛 比我上禮拜看還爛 但是我就有點訝異了 我就有點不好意思 我想說 早知道我上禮拜 就開抗酷素給他吃 怎麼搞到他這禮拜 好像變差了 所以開了三四天給他吃 我想說那就 五天之後你再回去 回來之後 完全沒有好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我想說奇怪 他不知道跌到哪裡去 那個地方的虛擬有這麼髒 是不是 我們這種開放性的傷口 很少做虛擬培養的人 後來我就忍不住問他 我說你真的有照我的方法換藥嗎 你洗澡是不是去碰到水 因為我們很多病人 傷口越來越爛 就是因為他洗澡的時候沒有閃 那水就這樣這樣沖 他說有啊 我說聽你的 我洗澡我都有防的 我都還用塑膠袋 把它這樣套起來 就是我就說 我就說你 你有沒有什麼糖尿病 還是肝不好 我說是不是有什麼內科的疾病 然後你的也很嗆 他說 他說我沒有 我很正常 然後他再一個禮拜回來的時候 因為傷口還是這樣子爛爛的 我稍微有點動不了 我就說那你可不可以 你再講一次 你怎麼換藥好不好 你一步一步講給我貼 你聽到到底怎麼換藥的 他說就是你講的 我生液水洗完之後 我就抹那個藥膏 你知道嗎 而且 我就說你一定有貼人工皮 可是每次來都沒有 你都是貼我的紗布 他說沒有啦 他是因為要來門診 我想說你等一下 撕那個人工皮會痛有沒有 我在家裡都先弄完了 所以來看人的時候 我都是蓋紗布 其實你知道嗎 那個人工皮雖然是一個好東西 但是它完全不適用於 在這種感染性的傷口 是喔 你自己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傷口感染 人工皮蓋著 那些髒水要去哪裡 他們說它會吸收 但是吸的量不夠 除非你一兩下就給我換一片 要不然的話 傷口氣全部都蓋在裡面 像我們平常用人工皮是什麼 比如說你不小心擦到有沒有 就皮就這樣掉一塊 然後那一種 然後完全是乾淨的傷口 你就貼人工皮沒有關係 因為那種雖然有組織機 剩在裡面也不會怎麼樣 而且那種傷口用人工皮 的確會長得比較漂亮 可是這種骯髒的傷口 你用人工皮 只是把髒東西蓋在裡面而已 所以它怎麼換都不會好 其實它前面 它不是故意要騙我 它只是覺得 它沒有多做什麼事情 它一直覺得這個事情 又沒怎樣 我感覺很正常 它就覺得它沒有怎麼樣 結果它就自己製作聰明 結果搞成這樣 怎麼知道 所以江醫師講了糖尿病 你才糖尿病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 糖尿病的病了 就是有一個伯伯年紀 也不大了 也不小了 大概就七十多歲的伯伯 然後就長期糖尿病控制不好 然後就一直都很愛亂吃 各式各樣的東西 現在水果又吃很多 血糖一直控制不好 那我們血糖尿一直加 口服血糖尿其實有一個極限 一般用到三四種血糖尿反應不好 就要叫它用打針了 可是以前的前輩 老一輩的長輩都有一個概念 然後會越打越重 打到最後會洗腎 死亡 後來有一些新的藥 叫做 而且它是一週打一次的 那所以伯伯覺得好啊 又不是胰島素 可接受 可回去打完 這個藥物正常效果很好 那可是伯伯的血糖一樣 十點二 我想說 有時候一種控制不好的情況 就是在我們胰臟細胞 壞掉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抽血幫它驗 它的胰臟細胞好好的也沒壞掉 可是一直控制不好 真的想不到原因 結果最後又叫伯伯 就像江醫師前面說的 又要再重講一次 結果伯伯就很生氣 拿出來打給我看 不看還有一看剛好顛倒 那伯伯拿的時候很痛 其實是手很痛 因為那一支藥 一體成型的 不用裝針頭 那所以伯伯 該對著手的地方 對著肚子 所以那個針拿去戳手 很痛 所以他手幾乎都會動到 而且不會一直壓那裡 伯伯的時候 手在手邊比較不會痛 然後就變成是藥根本 每次打完手都濕濕的 根本沒打進去 他說我手這麼痛 還可以一直打 你還質疑我 後來這句話 真的是重要的訊息關鍵 以後要問病人打了會痛 當醫生還真的什麼事都有遇過 我也遇過 護理人員打預防針的時候 第二針朝著爸爸的手上 給他吹一下 那麼開心 為什麼 因為爸爸是抱著小寶寶嘛 然後第一針 就戳到小寶寶手上 好像還滿順的 小寶寶同一時間要打兩針 第二針護理人員很順 就拿起來 不知道怎樣 眼睛就沒看準 就朝爸爸的手上 然後我來講這個減重水 之前在急診室的時候 有一個阿嬤 其實她好緊張喔 她把她的孫子帶來急診室 她說 這個孫子剛剛喝了減重水 pH12咧 那個我們常常說喝鹽酸 喝硫酸 不好意思 喝減重水 會怎樣 一開始我說 噔血 嘴巴痛 抱歉 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 食道慢慢結痂 她可能連一滴水都進不去 所以其實喝減重水 真的喝一口 你就真的完蛋了 那我們就覺得 這事情大條了 可是怎麼看 都覺得這個孩子精神很好 活動力也不錯 嘴巴旁邊有一點點的嘔吐物 那個孩子三歲 那我就一直跟阿嬤說 如果孩子真的喝 她現在早就哇哇叫了 怎麼會像現在這麼輕鬆 阿嬤信誓旦旦說有 然後她說她自己還 為了讓這個孩子不要去喝 她還畫了個骷顱頭 還寫字寫減重水 小朋友三歲 孩子根本看不懂 對啊 阿嬤說她去睡午覺 午覺起來 那個瓶子裡面的水 已經沒有了 然後家裡面就只有 孫子跟阿嬤 阿嬤就想說 這個真的不行了 就帶來了 我們就說好 那先打上點滴 然後我們觀察 接下來要做後續的步驟了 結果隔了大概二十分鐘 點滴打上去 阿嬤也衝過來說 沒有啦 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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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阿公講的時候 阿公說 沒有啦 我的中午休息的時候 看到你減重水放在桌上 阿公很有概念 他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危險 結果你知道這孫子多慘 你知道嗎 一被發現說 可能喝了減重水 阿嬤需要叫他灌牛奶 其實不好意思 它會讓你腸胃裡面 產生高熱 會更危險 然後他灌完牛奶之後 再把這孫子抓去吹吐 難怪你說他旁邊 嘴巴旁邊有這個 然後吹吐完之後 又抓去醫院 又被我們打了點滴 然後實際上真的是誤會一場 他沒有喝到任何東西 好折騰喔 三歲的小孩不會說 我沒喝嗎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兩三歲 他說他沒有喝 你真的不會相信 對 你要質疑 他沒有拿 他沒有玩 他沒有弄 你都要想說真的嗎 我女兒也一天到晚跟我說 我沒有吃糖 我真的嗎 以前有一個真實喝下去的案例 她阿嬤 為什麼要裝這些 看要害誰 如果要害阿公 就放妝保麗打瓶 真的嗎 孫子就裝可樂 那我想要害加坤勸 我可以裝等於什麼 以前遇到過一個 二十歲的那個女大生 她來看這個便秘 她說她 她從國中的時候 就有便秘的情形 那最近三個月 不知道怎麼搞的 便秘越來越嚴重 她的這個 小腹有一點微微的凸起 然後我就幫她敲一敲 不是這種氣音 咚咚咚的氣音 有人回你咚咚咚 是一種那種 有人 咚咚咚 賣唱 對 咚咚咚的這種鈍音 然後再摸一下 硬硬的 所以應該是一個腫塊 那像這種青春洋溢 年輕到美的女性 這下腹有一點凸起 第一個讓我們想到 會不會是懷孕了 是 結果她馬上就很生氣說 我怎麼可能懷孕 她雖然有男朋友 但是她每個月 都有月經來 那最後一次月經 是兩個禮拜前 這邊有一個腫塊 那大概是子宮或卵巢 可能長腫瘤 趕快就開了一個電腦斷層 叫她去做檢查 是 因為她拿著單子走出 走出那個診間 沒扣一下 我忽然覺得 不太對勁 很不安心 然後又把她衝出去 把她叫回來 又開了一個那個 驗尿單 請她去驗一下有沒有懷孕 那她起先不太願意 後來勉強去驗 結果驗出來 你們的第六感真的很準 不是做了電腦斷層 不是做電腦斷層 如果把它做下去 那個輻射傷害 對 影響到萬一以後生出 這個畸形兒的話 可是你的乾兒子啦 有一輩子 事情就大著了 醫生間的笑話都好恐怖喔 好狠喔 你不要害我 結果後來我就把它轉給 那個婦產科 那婦產科給他檢查 真的 是 可是他說他有月經耶 對 然後他是 他們給他檢查 發現他子宮頸多了一個 席肉 那席肉上面有一點糜爛 還有一點血跡 所以判斷可能就是說 他那個席肉有時候不定時 會摩擦以後出血 然後他就以為是月經 所以就是造成說 以為月經來 所以我們當醫生 真的很可怕 壓力好大喔 隨時那種 有很多陷阱啊 對 而且你不能相信他 對 所以不能相信 病人的烏龍爆料 真的耶 好險耶 真的 要不然就 跌落萬丈深淵了 之前有個七十歲左右的 心臟衰竭患者 那心臟衰竭 其實他本身的概念就是 所以變成說他水分沒辦法 很好的血液 沒辦法很好運動到全身 那很有可能會發生一個 叫做肺水腫的情形 那我這個阿伯他就是這樣 他心臟功能 大概只有二十分左右 正常到五十以上 但心臟收縮非常差 那所以他第一次來就是 急診來 人非常喘 照X光整個肺部都白掉了 所以後來住進來之後 我們就給他打利尿劑 等等幫他水脫乾 脫乾之後其實重點是胃覺 就跟他講說你出院 現在人OK了 平躺很OK 走路不會喘 但是你回去要注意 千萬要注意 這個是總量 這個一千二是指說 所有你吃的東西 包含你吃飯 你吃麵包裡面 都有微量的水分 喝湯那些 對 所以你真正一天能夠喝的水 我們講水或湯 或這一類的東西 可能最多七八百CC而已 可能不能更多 但是很奇怪就是他出院 第一次出院之後 很奇怪 大概大概兩個過禮拜 急診又Call了 他馬上又來急診了 然後依照X光 肺部又白了 水又記起來了 所以我就問了阿伯說 你這個回家控制得怎麼樣 他說其實都很好 他水分都控制得很好 他就拿一個飽特瓶說 我整天就只喝這樣子而已 吃東西也都很節制 沒有吃太鹹的 我們剛剛講不能吃太鹹的等等 他說很好 而我想說那應該是 看起來是有在做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快 有住院 所以第二次處理好 大概一個多禮拜 又讓他回去了 然後這次隔了比較久 但是隔了大概差不多兩個多月 又進來了 等於半年內住了三次院 我這次就問阿伯說 你是真的水分都有控制嗎 他說真的真的 我水都沒有喝 然後後來中間有一個沉默之後 他突然問說 茶有沒有算水 我說茶 茶當然有算 茶為什麼不算 他就說 所以我就說那妳有沒有茶 你們醫生自己講說 茶不是水啊 都你們再講啊 多喝水的事 是不是 所以阿伯說是白開水 對啊 茶不算水喔 咖啡他們都說不算 是不是 真的 所以阿伯說 他平常就會喜歡泡茶 因為老離家都要泡沉 太可愛了 對 那然後他說既然水不能喝 他茶聽起來 感覺是滿健康的東西 他就開始喝茶 結果其實整的量還是滿多的 所以他其實後來我就看 不行啦 就是所有流質的東西都不能喝 後來就控制比較好 所以這個有時候真的 就像主持人講 這還是要講清楚 既然真的他以為 只是不能喝白開水 對 那實際上是整個水分都要限制 柳子的不能 好 我今天開始吃西瓜 好 還是有水 沒有 還怎麼泡沉冰塊 跨冰就不算 對 怕沉冰 不是柳子的 我水感覺沒暖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也是水 朱醫師慢慢說 對 好 這是一個我七十幾歲的那個 奶奶啦 她是因為挖耳朵之後 耳朵很痛 來掛我的門診 我幫她看的時候 診斷是一個急性的外耳道發炎 那開了一個耳藥水 給她回去點 那一個禮拜後回來 她就說 耳朵已經不痛了 但是她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每次 點完藥水 就開始天旋地轉 站都站不住 她每次都要躺在床上 半個小時才會好 那原來疑問之下 她把那個耳藥水 放到冰箱冰了 所以每次拿出來點的時候 都還是冰的 可是冰冰得很舒服 不是嗎 我們以前一直有個觀念 就是藥要放在 對啊 所有的藥水都會拿去冰冰箱 對啊 然後那個鹽藥水 放冰冰箱 然後它又有涼涼的 透冰的 對 鹽藥水OK 但是 為什麼 對 它是因為 我們內耳裡面有個潛艇 它其實對於溫度 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們把一個冰過的 耳藥水點到耳朵之後 所以我們正確 耳藥水的保存方式 是要放在家裡的陰涼處 而且使用前最好用 把那個放在手中 溫暖個幾分鐘 讓它的溫度 可以盡量接近體溫 這時候再拿來用 比較不會有眩暈的症狀 我們今天也多聊一些 就是如果今天病人 想法特別多 然後又額外要求很多 又自以為是醫生 也會讓醫生很困擾 這個很麻煩耶 對 我診所有一個醫生 有一個醫生 不就是你嗎 好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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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診所有一個阿公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在左上角 都有寫個特殊記載 這個阿公他的口頭禪 每次都說 醫生 你就要看比較上色 就是說醫生 你要看詳細一點 他每次都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回答 然後有一次他孫子 那個黃鼻涕 十天了還合併發燒 那我就跟他說 這個看起來 應該像是鼻竇眼喔 結果他說 是真的 家 你也看得比較上色 他就說 你要不要看仔細一點 我說這個真的 黃鼻涕十天了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有發燒 這真的是鼻竇眼 阿公 你要相信我 隔天 這個沒有掛號 直接跟櫃台說 要找陳醫師聊一聊 是 我的小孩就只是感冒而已 你怎麼開抗生素 阿公會上網查 這問題是我昨天跟你說是鼻竇眼 你還是覺得他是感冒 阿公說 抗生素不好耶 你跟我說抗生素有什麼副作用 我有查過耶 他還叫你跟他說 他就叫我跟他說 我說 我不敢講的 沒事 我怕萬一有事 他又找我麻煩 我說阿公 那個 這個抗生素 有些真的會傷肝傷腎 可是比例真的不是那麼多 好說 歹說就勸他 孩子好不容易吃了七天的抗生素 OK 結束 鼻竇眼接觸 結果再多隔兩三天 他的孫子開始咳嗽了 他一來的時候 醫生 你也減少得最小 這樣就來了 我聽一聽說 這個應該是感冒 應該是可能隔壁同學又感冒了 你又被傳染到了 這個叫二度感染 是 那阿公就說 沒有耶 我聽他咳得這麼嚴重 我覺得應該是肺炎 肺炎要吃抗生素 我沒有開抗生素 我好痛喔 所以這個我都知道 他的習慣就是 你跟他說很嚴重 他就跟你說應該沒聲 應該是普通喔 你跟他說是普通 他就說不是喔 我覺得應該是嚴重的 搞到最後我都說 好啦好啦 自己當醫師 而且已經陷入為主 醫生已經講得太硬 講是另外一種 陳叔 我說句老實話 因為我自己 也是這樣子的壞病人 因為現在Google非常的發達 那你知道我們 有的時候先 你知道我們一般平民 不太知道說 我們生病要看哪一顆 會分不清楚 比如說我之前有一個 很奇怪的狀況 就是我眼皮會跳 那以前跳個一天 你還會數 就是喜怒哀樂還好玩 跳到第三天 你就有點覺得 好像神經系統出問題 可是你會搞不清楚 你到底要哪一顆 所以這時候 就要Google大神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看一看 我就說眼皮跳 他說那你可能就壓力太大 然後就是 坐席不正常 就是要早睡 不要有壓力 然後我就說 我哪裡有壓力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 我說我有壓力嗎 我也不覺得我有壓力 那你說坐席不正常 就是也很難改 所以就是聽了 等於白聽這樣子 就不知道壓力何來 就比如說這次 我出國巡演 然後我就突然間 產生一個狀況就是 我一直會有暈眩 就是站在那邊 我會有一點點 比如說我去叫東西吃 我就站著 站著這樣 我會突然間有點 一點點 就一點點 然後最可怕的是 我一直覺得我看不清楚 那人在國外 你知道 工作之餘 會很特別緊張 當然就要Google這樣子 然後就是Google完以後 就是肩頸痠痛 加上輕微的昏穴 還有眼睛看不清楚 就沒有其他的原因 然後我一回國馬路 奔向醫院這樣 我覺得壓力太大 就是太胖 太胖 對 然後可是其實看完以後 我就說有沒有可能腦中風 所有人就說你的體型 然後你沒有高血壓的狀況 他就是 奇怪 所有的醫生 就很快速的 就秉除掉這兩個 但總有例外吧 我的意思是說 所有的腦中風 不就是從很多細微 沒有注意到 所以就引發了大的事情 那我現在不就是 然後你知道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種就是說 你自己Google查以後 就是好像多希望自己是 找到一個病名 對 像你講那個眼瞼跳 你講那個眼皮一直跳 對我們醫學專用的術語 就是 對 那筋鑽源其實很多 剛剛他講的什麼壓力大 睡不好是真的 另外就是 3C用過度也會 就是用過度也對 眼睛的壓力會太大 因為它為什麼會跳 就是你那邊神經在發炎 所以有人是睫毛倒叉也會 有人是睫膜炎他也會 有人可能一個感冒 病毒過去他也會 但是他基本上中風 就是不會這樣子亂跳 那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假設你直接都沒有的話 一般人會幫你抽個血 因為鈣離子不夠 美離子不夠 通通都會 所以像這種 如果我們找了半天 發現你眼睛都很好 都沒什麼事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會叫你 回去補B群 請給你蓋的這件 B群 大部分自己就會好了 事實上這個東西 如果真的要找一個病名 我們有時候 這叫做焦慮症 那大部分焦慮症的人 有去統計過 大部分是 家庭主負責的更大的多數 因為真正的壓力 不是一件 龐大的壓力 而是生活雜事 那他們有關嗎 也知道要落後嗎 有魚有打賣嗎 那個出去的 載孩子也有 全部這些小事 全部疊在一起 那當我們一直身體緊繃 焦慮的狀態的時候 肌肉會收縮 肩頸痠痛 是 腰痠背痛 頭痛 然後如果結狀肌過度 用力又放鬆的情況之下 會容易看不太清楚 可是定睛一看 還是可以看得到 可是就容易有時候 覺得霧霧的這種情況 就會接連的發生了 所以要學會 明天就是明天 沒有那麼多的未來跟可能 我們想今天很把握 等一下 我告訴你 人家很哲疑耶 如果可能 如果可是 雖然假如 都不要想 如果可是 雖然假如 對的 不要亂想就對了 她意思是說 你會死就會死啊 對啊 那不行啦 那這種病人 你們也不喜歡啊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可是 陳醫師要發言 雖然他在那邊等很久 但假如他講一講 會好多一點 不會 我覺得滿好 我覺得如果說 沒有宮廟可以去 可以去找洪醫師喔 我覺得他 他跟宮廟很接近了 他 他其實自己也有開 對 他是 那其實剛剛大家講很多 其實我的案例 跟陳醫師分享 也有一點類似 那其實族群也是 剛剛洪醫師講的 就是剛好我們 其實我們門診最常看到的 就是大概五十歲到七十歲的 婦女 其實最容易有這種 比較焦慮 或者比較容易緊張的狀況 是 那我分享一個案例 也是類似的 他大概六十出頭啦 那其實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是說他其實 在別的醫院有診斷心房顫動了 他就跟我說 因為其實他 醫院有給他一些藥物 但他覺得吃了 第一個效果不好 而且他覺得 到底有沒有需要吃啊 所以他就來請我們 再幫他做評估 那後來我看了他的報告 的確他還是有一個 所謂的心房顫動 那心房顫動這個 心律不診 我們很簡單地講 它其實是一個 這幾年非常重要的 心律不診 因為有心房顫動 跟沒有心房顫動的比起來 而且心房顫動這個心律不診 它跟很多心臟疾病 有密切的關係 血壓高 血糖高 心臟功能退化 都會增加心房顫動的機會 所以這樣他本來就有 血壓跟血脂的兩個問題 所以我跟他說 以你的報告看起來 你可能還是要用藥 那目前我認為要四個方面 第一個 血壓藥可能要吃 第二個 血脂 第三個是心律不診 就是控制心房顫動的 讓它不要再復發的 最後一個是抗凝血劑 抗凝血劑是預防中風的 以他的年紀跟他的一些條件 他是應該要吃一些抗凝血劑 那第三個心律不診療 他就跟我說心律不診療 其實之前醫院開給我其中一種藥 他覺得吃了很不舒服 覺得全身不對勁 我說好 那這個藥我們不開 我們開另外一個藥 第四個抗凝血劑 他說他之前別的醫院也開了 那開了之後他覺得胃不舒服 然後有點出血 我說好 沒關係我們就不吃 換另外一個 他非常了解 他有一個筆記本 所以第一次門診這樣回去結束了 看起來還OK 那第二次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狀況控制的怎麼樣 我看他血壓跟那個後來抽血 其實我發現血脂沒有明顯的改善 他說因為 對 因為我覺得 我狀況沒有那麼差 我吃一半 然後第三個就是心律不診的藥 控制心防站弄的藥 他說這個藥是沒有上個藥不舒服 可是吃了會想睡 很累 很疲倦 我說好 沒關係 那我們再換一顆藥 試試看 第三次回來的時候 他就拿一個筆記本來跟我說 我聽說這個 就是他說他姐夫 在別的醫院有拿 另外一個控制心律不診的藥 他說這個藥是不是不錯 我看我姐夫吃得很好耶 我一看說 那個藥跟妳這個藥雖然名字不一樣 可是它不是同一類的藥 是 因為其實我們藥有很多 同一大類的 我說這兩樣基本上是同一大類 我們講藝型阻斷劑 類似的藥 所以你說這個藥 這跟這藥其實差別不大 他說 可是我看我姐夫吃得很穩定 他就想要他那一款藥 對 所以最後其實我的做法 是跟陳院長很類似 我就說 好 OK 沒關係 你喜歡吃我就幫你換 我就可以 他說陳醫師 那我需要提早 我說沒關係 你看你怎麼知道回來都可以 其實 螺活你了 後來沒有說 如果不回來也沒有關係 對 所以那次我就沒有 就沒有 偷偷沒有幫他掛回診了 就是看他 如果他真的 對 我記得有一個老先生 他就八十幾歲 有一次他就肚子痛你知道嗎 肚子痛他那個時候以後 想說是不是吃壞東西 結果肚子痛 但是後來他就去醫院 就醫院醫生問一問 仔細檢查的時候 他說老先生我覺得你這個 有可能是盲腸炎 雖然這個年紀的急性盲腸炎 可能沒那麼多 但是有可能是 老先生心裡就懷疑 那有可能有急性盲腸炎 他覺得急性盲腸炎 應該很痛啊 痛右邊有沒有 不是大家都在右邊 而且要很痛啊 他就覺得他那個痛 好像沒有那麼痛啊 然後後來奇妙的是 老先生覺得他在急診 待一陣子之後 沒那麼痛 好像不痛 他就覺得 我已經不痛了 我幹嘛去開刀 我就應該不是盲腸 就是醫生很想開我刀 所以我是盲腸 他就決定要回家 因為他覺得他不痛了 不痛就回家你知道嗎 回家不得了 當天晚上呢 他就開始 也痛又痛起來 而且這個時候 就是有點 爐爐發燒 就你知道那個 隔沒有很久 但是那個時候醫生檢查 就發現不對 那個看起來好像 已經有一點點 機翼還是什麼 就是他好像是已經 穿孔了 你知道嗎 他那個是穿孔 然後已經開始有點化膿 就等於說 拋在膿裡面了 醫生就說 你這個不但是盲腸炎 而且你應該已經開始 有一些穿孔破掉的跡象了 然後他說你這個時候 老實說我們要開 我們都還很擔心 因為你已經如果流出來 開刀的有一些 病發的風險 然後這樣一講 家屬又開始擔心說 不行啊 如果這樣開刀 有一些風險 那我們現在開 不是很危險嗎 是不是還是用一些 什麼抗生素 給他壓一壓 看看怎麼樣之類的 後來他搞到要先引流 把那個東西弄出來 醫生才能試試看 然後這樣一整個流程 本來是一刀就了事 後來又搞自己弄了很久 可是他們就說 其實這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老人家的盲腸炎 好像不像年輕人那麼典型 還要看盲腸長的位置 有的盲腸往前翹的 他很快就會頂到 你的那個父母 你就會很痛 可是有的那個盲腸 他是往後 大腸後面長 然後那種就會拖很久 然後他會覺得 只有一點點悶悶的痛 吃一點止痛藥 你就感覺會變比較好 對 他就是覺得 他就覺得盲腸炎 怎麼可能沒有那麼痛 除了骨骼大神以外 隔壁的鄰居 也是占了變得很大一個影響 是 隔壁鄰居影響 真的太大了 姐夫吃那個藥很好 對 沒錯 就是親戚 鄰居 真的影響太可怕了 你就看到一個阿伯 就是已經七十多歲 長期的老煙腸來 然後他就覺得最近好喘 好喘 覺得胸口很悶 阿伯一來就告訴我們 那心臟這個病的狀況 他說因為他隔壁的鄰居 前面就是因為喘 然後又胸口悶 沒有去治療 結果突然哪一天就猝死了 因為就心肌梗塞 所以他覺得他就是 心臟有問題 可是不對啊 因為一聽就是 氣喘 就是很明顯 那種肢氣管的收縮雜音 就超級大聲 當然不是說心臟一定不會有問題 可是這肺的問題 還是要有一點考慮 因為太明顯了 結果講到最後病人 就很生氣地說 第一種直接開這種心肌梗塞藥 給我 第二種就幫我排心導管 沒有第三種選擇 他給你兩條路選 對 他給我兩條路選 你要說 所以我這兩條路 你給我選好 然後最後當然就不歡而散 下次回診他就沒有出現了 那我們過了很久很久 大概過了一兩個月之後 突然病人又回來回診了 這次回來之後 醫師 我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可不可以開個西劑給我 想說怎麼人生有這麼大的轉變 結果後來聚情室家屬就默默地說 因為阿伯啊 後來回去之後很堅持去心臟 結果還跑去別的地方 強制別人 連治肺都無所謂 硬要做了一個心導管 結果這出來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結果過了一陣子 突然人就慢慢地昏迷了 送到急診 送到急診原因是 因為 結果孫悅叔叔一直在講的 吸煙會導致我們支氣管 一直發炎 一些肺氣腫 慢慢地能夠換氣越來越少 氧氣二氧化碳都無法做交換 所以二氧化碳會一直堆在肺裡面 濃度越來越高 就造成人意識昏迷的狀況 結果最後病人出院之後 才終於回想起 好像當初真的是這樣 所以他就開開心心地覺得 好吧 那不然就你開一下吧 就已經到昏迷 才回想起這一段的過程 不然以後就是找醫師家住 他不然家旁邊就好了 OK 不然左臨右色影響很大 對 每次那個病人在跟我講說 沒有... 每次病人在跟我講說 可是我鄰居講什麼 可是我聽人家講說什麼 我都問他說 你聽他的人是醫生嗎 然後是哪一位醫生講的 黃聰霖啊 那在講 對 我意思是說 你聽了這麼多非專業人士講的 你來找我 不就是因為相信我嗎 你跟我講這麼多 你那個朋友講什麼 朋友講什麼 到底有什麼意義啊 之前有個三幾歲的年輕人 他來找我 他是 右邊的父母就鼓一顆出來 他媽媽站在旁邊陪他一起來 我說這個善氣 要開刀 最終於跑出來 要開刀 而且我們在講到麻醉的時候 他就說醫生我有個要求 我說怎麼會嗎 我說我想要半身麻醉 我就說 半身麻醉 我說你為什麼要半身麻醉 他媽媽就說沒有啦 我們很怕那個全身麻醉 不是有人一麻下去都醒不過來嗎 我說那個機率很低耶 對啊 你看我們整天 一整天開了幾千台刀 哪有人因為 你有聽過那種正常的人 因為麻醉而怎麼樣嗎 大部分麻醉出事的 機率低嘛 不然就那些老人家嘛 不然本來心臟不好的嘛 我說你看你兒子這樣活蹦亂跳的 又沒有什麼毛病 就全身麻醉比較好 他說沒有 我們要半身麻醉 你堅持得當得好啊 因為半身麻醉 其實對我們來講 也不是什麼困難的地方 好 那天就半身麻醉了 但是你知道嗎 那個年輕人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半身麻醉 他整個人都醒著 對啊 他就聽到那嗶的聲 他就一直很緊張 然後他一直覺得 頭很暈想要吐 結果我開到一半了 還沒開完喔 開始吐 因為他就突然間覺得 不知道怎麼樣 他就不舒服就開始吐 一吐就嗆到 剛剛我們就很緊張 還好 有沒有還好 我說還好 我說你不要緊張 你放鬆 他就躺回去 然後我就本來還有十分鐘 大概十分鐘就放鬆到 三分鐘就開完了 因為加速 然後就覺得病得那麼不舒服 然後開完回去 以為沒事 一直光一照 肺 左下角 白掉四分之一 他嗆到了 吸物心肺炎 對 就好慘喔 本來想說沒事 用藥就好了 結果到第三天 第四天 他最後還插管 住交往病房 兩個禮拜來出來 後來最後是沒事啦 不過就是因為 他堅持要半身麻醉 就變這樣 全身麻醉 譬如說是半身麻醉 你還是給我們判斷會比較好 是 而且他之前還會變得更好笑 他一個年輕人 那個三十幾歲年輕的女孩子 他一找我的時候 他乳房長一個七公分的腫瘤 但是是良性的啦 纖維纖瘤 我就想說這七公分太大了 開掉 把它開掉 他也是一樣 他媽媽在旁邊講說 我就跟他講一句 我沒有講出來 我信心跟他講 如果你的女兒 乳房長在屁股上 就可以半身麻醉 半身麻醉 只有下半身 沒有上半身麻醉好不好 在上面 站他屁股就可以 你下次講講 你不要把他表情拍給我 這就是你的病人 為什麼想要半身 因為他怕全麻以後 聽不到你講他的壞話 對 不是 而且其實蠻開的 對 這個人喔 想半身 長在屁股上再說吧 沒有 我如果找江醫師看著的話 我會說不准麻醉 對 以後全身麻醉 因為他都講我壞話 通通錄音有沒有 對不對 通通錄音 對 看我睡著的時候 你講我什麼 嘴巴那麼壞 有些人變得很奇怪 他對麻醉人很有意見 之前是一個年輕人 肚皮這邊長一個腫瘤 我會摸成硬邦邦的 我就幫他照一個超音波 結果其實腫瘤不大 大概兩部分 可是就很深了 長在那個肌肉裡面 像你的話就應該摸不到 因為你有可能比較 你說是不是 我會試試看 如果有一天幫我開刀 你知道我跟 我會進刀法 你會進刀法 沒有 氣死 陪他一起聊 氣死 兩個人都起來 我跟他講說 你這個會痛 雖然是兩個血 但是因為會痛 我就已經開掉 我就說可是 你這個長得有點深 可能要全身麻醉 不然的話我覺得這樣開 你可能會受不了 他說 我說你確定 他說我確定我是軍人 開刀法的時候 我就想說你地震 因為不對 因為發覺在抖 變成在抖 我就 重開他 我就說 那時候我一定的感覺是 你會痛喔 很痛對不對 你的感覺是 笑出來吧 不是 因為我已經動到肌肉了 我說你是不是很痛 他說沒有 我說真的嗎 他說對 我沒有痛 繼續 所以在挖 越挖越深嘛 越來越痛 然後後來突然間大叫一聲 醫生 我說什麼事嗎 開完了嗎 我說可能還要一下下 因為那個還很深 我現在還在撥 他說 你先幫我把傷口關起來 我想先辦住院 我們明天用全麻開好不好 真的 到底是在忙什麼 你好開心 潮頭 潮頭 醫生說 現在都已經開了來 這樣子這個毛巾 你咬一下 忍過去 醫生 那不可以再幫他補一些麻藥 有 我已經補很多 但那個就很深嘛 肌肉那個地方 那個神經這麼多 就是會很痛啊 對啊 那個時候有說 你要相信我們專業的判斷 我們覺得我們看很多 大概什麼地 什麼部位大概還可以舉 我們大概都知道 其實他沒有那麼深 你整蛙那麼深 沒有 真的很深 想說到底是多嚴重 以前遇到過有一個 五十歲左右的男性 他因為吐血 就黑便 來到我們那個急診 然後我們急診 幫他做了一個初步的處理以後 就幫他安排衛進 那他就來衛進室的時候 他女兒就跟我們講說 跟我們的同仁講說 我爸在做衛進室 我可不可以在旁邊看 那因為這不符合 我們衛進室的這個 標準作業流程 所以我們同仁就拒絕他了 正要做的時候 我的手機就響了 然後我接起來 有一個那個名義代表 就打電話 某某某是我的好朋友 他爸爸聽說現在在 你們這邊做衛進 他很關心他爸爸 希望他爸為難的時候 他能夠在旁邊陪伴 這樣子 然後就讓他進去看 衛進一放到胃裡面 不得了 裡面都會塞塞了 好多的血 這時候他女兒就在旁邊 醫生 那是什麼 然後我說那是血 我說怎麼會流那麼多血 因為其實他裡面都血流成河 其實非常的危險 要趕快找到那個出血的源頭 趕快幫他止血 要不然你坐太久的話 有時候病人就休克 那在那邊急救就很危險 然後我就趕快幫他 不管他了 趕快坐 這時候那個他女兒 又在旁邊鬼叫 醫生 那個是哪裡 出血啊 我說我不知道 許醫師都緊張了 然後他又說 醫生 我爸爸會不會死啊 他會不會很嚴重 我不知道 火大了 小姐 你在這邊的話 你爸爸真的會死 就把他上去 因為要讓你分心對不對 真的 他那個鬼叫 真的很難 很專注地去找出血 結果他一出去 我已經一片寧靜 沒一分鐘我就看到 出血的地方在哪裡 趕快就幫他做這個注射 還有這個止血夾的止血 所以真的是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真的是 當你的親人在做 很緊急的這個治療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在旁邊看 那醫生一定會分心 是 那其實對病人並不好 是 可是我們如果不是看病人 我們只是看醫生帥呢 可以嗎 不是 好不好 周醫師 周醫師 你知道 周醫師 我的案例是 我有一個病人是大概五十幾歲 他就看起來就是很焦慮一個 一個女性 他是說他最近發現 我們要來調查一下 大家之前吵得沸沸揚揚的 就是吃完藥 立刻躺下的話 嚴重的話 恐怕會致死 是這樣子對不對 因為真的很多人 應該都有看過這個訊息 對 他就說 食藥署曾經發佈說 部分藥品它可能具有侵複性 所以如果你在吃這個藥的時候 你可能直接吞下去又躺的話 它如果黏在這個食道上 因為它可能會造成發炎 灼傷 甚至更嚴重的潰瘍 甚至穿孔 穿孔之後可能早就死亡 所以他想說在吃藥的時候 大家最好是坐著或站著 而且要搭配兩百CC以上的水 這樣才是安全的 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紅師 這一次就要認真說 洗筋的 這一次就是真的了 那這一類更容易造成的藥物 其中像是 大家就是有拿過膠囊 只要碰到水就會濕濕黏黏 就會更容易黏住了 所以水配得不夠多 就會直接黏在食道上 像一些酸性 鹼性類的藥物也會 像什麼呢 像是我們一些骨質疏鬆藥 雙磷酸鹽類 像是一些消炎毒藥 像是一些阿斯匹磷 其實這一些比較酸性鹼性的藥物 更容易有強烈刺激跟腐蝕的一些效果 所以提醒大家 水如果在吃藥的時候 記得最好是配兩百CC 坐著 站著都可以 可是有時候吃下去 就卡在這裡 對 完全沒有 有時候就一直覺得它有一種 感覺好像已經黏住了 就異物感的時候這樣子 通販嗎 就 所以基本上 還是配水 所以我們還是要配水 不是茶 不是一些可樂的部分 水的食用 可是如果當然 如果各位觀眾真的有覺得 卡住的感覺的時候 還是真的有看不舒服 就還是要趕快提早去檢查的 了解 大概五十幾歲 她就看起來就是很焦慮一個女性 她是說她最近發現 她就很緊張 她說醫生醫生 我這個是不是蛇癌 我就幫她看一下 裡面是有一點血 暗暗的血這樣子 我就跟她說 她說這個可能是食物刺激 或者是妳 牙齒摩擦造成的 我們不用擔心 回去再觀察就好 那她就說 可不可以幫我做個切片 我想要確定它不是蛇癌 我被她掳了很久 我就說好 妳先回去 兩個禮拜後再回來 如果兩個禮拜後 那個東西還在的話 我就幫妳做切片 結果 三天後她就回來了 她就說 那天回去以後 那個血泡就自己破掉了 後來那血流出來 後來就平了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做切片 對 可是可能沒有遇到這種狀況 可能會很緊張 對 對不對 其實有些病患 真的是很自以為是 常常照著我們常常會誤判 而且重點是他們還瞞著你 之前就有個阿伯就這樣 他也是盲腸炎 他盲腸炎就跟 孫敬大哥講的一樣 但是很嚴重才找我們來開 但是你知道嗎 清完乾淨之後 就是沒有用 傷口還是感染 它雖然裡面好了 可是傷口還是嚴重感染 你知道嗎 傷口嚴重感染 會發生一件事情你知道嗎 就是你的傷口的癒合度 不會像之前這麼強 當你這個癒合度 不會這麼強的時候 這個傷口 你肚子 像你人質疑的時候 他肚子會找一個 最弱的地方會補出去 所以這個病人 在開完刀的三個月之後 這個地方就補出去了 就變成一個叫做 我們所謂的切口扇器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又才跑來找我 那時候已經是 開完刀的第三個月了 我說你這個就是要割口扇器 我說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你當初傷口感染 這個大概就會這樣子 我說這個要再開刀 不然的話 然後這割口扇器會越來越大 一樣 跟它其實一樣 你從這邊會卡到腸子 這邊也是會 結果他就不要開刀 結果不見了 我再看到他是在急診室 那天也是一樣 就腸子就整個鼓出來 卡住了 而且肚子很痛 我就說那這個就一定要開刀 他兒子也沒有意見 因為就真的很痛 他只要進去看 我想看到他想說很順利 因為雖然阿伯已經七八十歲 我覺得這個 整個刀開得還滿順 我覺得要恢復應該會不錯 然後隔天去 阿伯就躺在床上 我說怎麼樣 我說空水很痛 我說第一天一定會這樣 我說你休息一下 沒關係 第二天還是躺在那邊 我說阿伯有站在床上嗎 我說沒有 這樣很痛 我說沒關係 我還給你休息一天 但是你第三天一定要 給我下床走動 第三天我就去問他說 阿伯有站在床上嗎 有啦 稍微站在床上嗎 第四天去 看到他躺在床上 我問他 第一句我就問他說 你有放棄嗎 沒有 我說這個老人家 恢復得還滿慢的 第五天去 第六天去 我每一天都問 我從第六天開始問他說 你昨天下去走了幾步 他說我繞病房 一圈 到第十二天 還是沒排氣 後來就動不了 然後那個 有個護士就跑過來跟我講說 江醫師 那我為什麼要騙你 我就問他兒子 我說你爸爸到底有沒有 下來走動 我說你不要騙我 你看 我覺得你爸的問題 到現在都沒排氣 你再不要 我掉到那裡也坐 現在我也不知道坐 我可能要再幫你排一些 其他檢查 太奇怪了吧 沒有啦 其實我爸有點怕痛 所以他一直躺在床上 而且另外就是我大哥說 開完到時候傷口在這邊 你在那邊亂動 那傷口不會長耶 你有沒有亂動 萬一傷口長不好怎麼辦 萬一那個肚子又破掉怎麼辦 所以那大哥很了解你 他是到底比較無誠 沒有 其實他就是因為他大哥這樣講 所以他全家 都在整他爸爸 躺在那邊不要動 然後他就怕醫生一直問 所以他們都講好了 只要醫生問他們就說 有 但是你知道嗎 像這種刀 特別是動到腸胃刀的刀 你這樣都不動 好啦 你腸子不動就算了 你只要躺在床上一天 你的心肺功能都會一直在下降 可能躺久了 他其他都沒事 反而就得到肺炎 因為他心肺功能都會一直下降 呼吸喘息力量都會下降 所以我們每次都跟別人講 你開完刀之後 你只要能夠接受 你那個疼痛你可以控制了 你就趕快下來走動吧 對人恢復 絕對是有幫忙的啦 所以對傷口真的還好 還好 不是要你下來走的時候 你會背那個舒服袋 是 你不會震風太大 而且我們都請你說 你帶走的時候 你就稍微手向壓著你的傷口 慢慢走啊 這樣恢復會比較快啦 對 不過今天聽那麼多 我發現很多是病人自己假老啊 或者是自己太嚴肖小 自以為是 自己想要當醫生 然後最後反而害了自己 對不對 那其實人家講說 醫病關係要好 就是現在醫生非常的專業 然後也非常的同理心 又有愛心跟耐心 有時候病人自己要反省 所以盡量配合醫師嘛 好不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得上媽媽好 小明蛋糕 照顧到大家拜拜 這一位是今天早上 才回國的肅清潔 所以常常遇到那種狀況 就是出國要幫人家買東西 怎麼採購啊 甚至有些我們會網購 或是代購小朋友一些用品啊 這些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那如果藥品的部分 說一句實在話 藥品老實說不能網購 也不能代購 因為它就是藥 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 不過你的小朋友可能有一些疾病 他有處方間 那這個可以在一定的數量 之內帶回來 可是如果你給別人用 那是不行的 原則上是不行的 那第二個東西叫食品的部分 那想說食品應該就沒有限制 其實沒有耶 我們國家你想想看喔 你要當一個食品業者 你要賣食品 引入食品並賣給人家 其實這合理上是要 是 沒錯 對 所以茶宴登記 甚至要有中文標示對不對 這是因為要賣 可是我們法律有額外的寬容 是說可能你不是帶很多 你只是要自己用的話 所以它還是有額度限制 另外就是說你要注意 有些你覺得是食品 其實它在台灣 並不能當食品 比如說你想說最近很流行 維他命D好了 對 大家想說我都在帶維他命D 可是維他命D 如果你一個劑量是 所以有一些維他命 它其實高劑量它是藥 所以你根本 它就是必須當藥品來管理 那至於外用部分 比如說你說一些什麼 寶寶擦的一些乳酸或幹嘛 也是一樣注意 如果它是含藥化妝品 跟它一般外用品又不一樣 含藥的話它也是等於說一樣的 它就是一個藥品 你就不能隨便幫人家買 甚至有些人之前 有人很傻你知道 買回來之後想說 我自己用不完 我就上網去把它賣掉好了 對 這樣子是會罰錢的 對 因為你沒有藥商資格 你卻賣了藥品 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知道說人家託你買的東西 究竟是食品還是藥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用不完的東西 可不可以上網去轉售 這就要特別留心了 那之前很流行 幫人家代購嬰兒奶粉 有沒有 那這個也是OK的嗎 奶粉一樣啦 奶粉就是說你要看說 你今天帶的量 就一樣 它還是食品的一種 所以你不能說 我今天大量的代購進來 然後再轉售 因為這種行為 一樣你就是違反了 我們食品應該需要 查驗登記的概念 所以還是要查清楚 好不好 來 解開